连日暴雨,广西省多地发生严重洪灾 房屋车辆被淹,民众被困家中 广西的桂江等12条河流出现超警戒水位 贺州市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 道路积水,车辆被淹 一些民众被困屋中,尤其老人和小孩居多 桂林永福县前往柳州方向高速公路 因暴雨出现塌方 周六早晨,广西水文中心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 预计未来一到两天 广西南宁、桂林、贺州、柳州等地的中小河流 可能出现超警戒洪水 浙江庆园的小安溪水势非常凶猛 水位很高,水位的强性应急响应已升级到二级 目前浙江省一座中型水库和16座小型水库 都处在自一流和泄洪中 全省已经有近3000人被迫转移 预计未来两天,暴雨天气仍将持续 可能造成大面积洪涝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秋月江迪亚综合报道